深夜闯入女孩的房间 对她仅是简单的接触 多年来因使用异能造成的副作用就一扫光 在这一刻她终于确认 这个女孩是她的王妻 她是S级双异能的哨兵 哨兵天生拥有强大力量 但过度使用能力会造成精神混乱 只有向导才能缓解 若没有得到及时疏导 就会失控暴走 就如前世她的丈夫一般 面对失控暴走的S级异能 作为B级向导的她已无法阻止 但想到丈夫会死去 她还是冲进了火海 热浪终于来到了她的身边 没有丝毫犹豫 就开始进行了引导 她就像抱住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可即便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融化 也没有停止疏导 就在她快要失去意识时 说出了一直想告诉她 却从未说出口的话 也许你从未爱过我 但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她用最后的力气 稳了丈夫的脸颊 我终于可以放下对你的感情了 再见了我的爱 她向神祈求 如果有来生 请让她出生在一个温暖的家庭 遇到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 她用生命的代价 稳定了暴走的S级哨兵 希尔清醒后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妻子烧到不成人形的身体 当她意识到怀中的人已死去时 本已平息地暴走再次失控 竟比第一次规模还要大上数倍 犹如沸腾的眼角 她目光带着汹涌的恨意 像是要焚烧掉世间的一切 世界再度陷入黑暗 华丽的皇宫 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宴会 贵族们蜂拥而至 睡着的女孩被轻轻拍醒 她捧在手心的父母 还有了哥哥 我的妹妹刚睡醒就这么漂亮 她真想把这个肉麻的家伙扔出去 母亲训斥让她正经些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对吧爸爸 女儿奴的父亲一脸得意 当然 我的女儿能不漂亮吗 作为一个现代人 她还是对这种直白的表达无法适应 但她衷心地感谢时 让她成为了这个温暖家庭的一员 神奇的是 这里是她前世读过的小说世界 讲述的是一位能往返不同位面的女孩 在另一个世界成为圣女的故事 她们现在就是去参加 她宣布圣女降临的宴会 前世 她读这部小说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里面对男儿的描述 包括名字都与她丈夫一模一样 宴会大厅内 几乎聚集了所有贵族 她忽然有点紧张 随着宣告皇太子到来 她忘了过去 英俊的面容加上金发碧眼 那就是皇太子杰斯 也是小说的男主角 而在她身后出现的人 有着黑发与冰蓝的眼睛 希尔里奥帕特公爵 不仅仅是相貌相同 甚至连那生人物尽的冷酷气质 都与她前世的丈夫一般无二 即便在深度疏导的时候 她也时刻警惕着四周 希尔就像在防备未知的敌人一样 浑身都竖满了尖刺 只是B级向导的她 之所以能成为S级哨兵的专属向导 是因为他们拥有压倒性的匹配率 在他们相遇之前 希尔就曾是她的暗恋对象 成为她的专属向导 艾琳十分开心 可对方看起来并非如此 从那时开始 他们的关系就一直是她的一厢情愿 当她从上司口中听到希尔想和她结婚时 喜悦之情占据了她的全部情绪 艾琳看着高台上的男人 她和以前一样的帅 除了好像更年轻一些 神官宣布圣女入场 在看到她的一瞬间 艾琳惊讶到极点 那是她前世的同事李舒允 对方曾不止一次威胁她离开希尔 她下意识地说出了她的名字 没想到舒允竟然就是小说的女主 看到她与希尔站在一起 艾琳的心隐隐作痛 直到哥哥叫她 怎么样圣女很美丽吧 艾琳应声说是 哥哥眨了眨眼 但还是我们艾琳最漂亮 她又开始说胡话了 哥哥的玩笑话让她恢复了精神 这一是因为有了家人的陪伴 现在就算看到他们站在一起 她好像也没太大感觉了 也因此艾琳并未发觉 在大家全部都看向圣女的时候 希尔一直注视着她 她有始至终盯着台下鼓掌的女孩 目光流露出了困惑 很快到了艾琳的成人一世 名为艾琳的星星升到最高处时 她开始祈祷 星星啊 虽然十年后的今日我仍然不太明白 神为何让我附身在这部小说中 但请让我身边这些温暖的家人 长久的幸福生活下去吧 她的周身散发出光芒 前世从未体会到亲情的她 在这一世得到了弥补 她有了爱她如生命的家人 等马车时 爸爸问她想要什么礼物 哥哥提一弓箭 你不是一直想要吗 艾琳想提醒她闭嘴却已晚 母亲全然听到了 你要买弓箭 十年前她之所以能附身到此 是因为圆珠的艾琳去世了 死因是火灾引发的窒息 女儿在棺材内忽然奇迹般地苏醒 这让家人们喜悦到 以为是上帝的恩赐 从那时期母亲 就对她的安全敏感到极敛 禁止她独自外出 不允许碰所有危险的事物 母亲我现在已经成年了 我再也不想领地有怪兽出墨时 只能躲着眼睁睁 目送爸爸和哥哥去战斗了 可是妈妈又怎么舍得 失而复得的女儿再次陷入危险 就在僵持中 艾琳忽然晕倒 她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 等她再次睁眼 静回到了前世与丈夫 曾经住过的公寓 深度疏导让她疲惫不堪 希尔拿来了毛巾和冰块 她坐在床边 与其是少见的温柔 现在还早多睡一会吧 艾琳有些懵 难道她回来了吗 希尔盯着她 妻子驳梗上满是痕迹 明天穿高领的衣服吧 希尔拿起冰块喂给她 这个对身体降温有帮助 艾琳嚼着冰块 感觉舒服多了 她小声嘟囔着还想要 希尔见状竟笑了 还要吗 她把冰块放入口中 就顺势低下了头 可惜这只是一场梦 是前世的她 对丈夫曾有过的期盼 等艾琳真正醒来时 已经过去了三天 当她晕倒家人正不知所措时 希尔出现在那里 她安排了医生 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传送门 没想到在这里 还能得到希尔的帮助 而她这次的发烧分明是觉醒热 这是哨兵和向导觉醒前 出现的症状 援助中全帝国 只有皇太子和希尔是哨兵 而舒允是唯一的圣女 为什么她也觉醒成为向导了呢 此时的希尔 桌子上正放着艾琳家的调查资料 她在宴会上清楚地听到 在圣女开口介绍自己前 艾琳就说出了她的名字 她不仅认识李舒允 还觉醒了能力 与艾琳不同的是 希尔的回归仅仅只有两周 她回到了去现实之前的时间线 不过这些对她来说都不重要 她的目的是再次回到H国 重新找到舒贤 她的妻子 也是她唯一的向导 只要能与她再次相见 哪怕付出一切 她也在所不惜 丈夫一同重生到异世界 前世对她冷漠至极的男人 突然成了执着于她的疯子 希尔在回归后 因为太过思念 甚至能经常见到妻子的幻影 可幻影就是幻影 是镜中月也是水中花 想拥抱却是虚空 使用异能的副作用 加上精神上的刺激 让她又开始吐血 强烈的窒息感堵塞着她的呼吸 提醒她该接受舒倒了 可她却没有 宁月拿圣水来压制 只是最近圣水的效果也不明显了 以这种状态 在她重新见到妻子前 可能就要先接受圣女的疏导 她想起前几天遇到的女孩 总给她一种与舒贤相似的感觉 明明她们只有眼角的知识一样了 希尔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是哨兵 前世她弟弟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因此从小被关在别馆 直到她跨越次元 到H国见识了各种能力的哨兵后 才知道弟弟也许是精神系的能力者 这一时她主动找到了艾登 告诉她她其实并没有生病 她不会再独自留下她了 艾登从小就能听见别人的心声 每当她忍受不了时 侍从就会用一样的眼光看着她 少爷我们什么都没说啊 他们表面上笑着 心里却把她当成怪物 而她也在人们不停地否认中 变得越来越严重 弟弟的讲述 让希尔确认了她也是哨兵 而且她拥有读取别人想法的能力 小艾登见到哥哥很开心 不仅是她最喜欢哥哥 还因为和哥哥在一起时 她就听不到那些声音了 希尔给她讲述关于哨兵的信息 并再三嘱咐 在你的向导出现之前 绝对不能依靠其他向导或圣女的能力 艾登一问 连圣女也不行吗 圣女在帝国有着无庸置疑的影响力 她回归前也曾信赖过她 并相信了她说会带回很多向导 才跟随她跨越次元门去了H国 那时的她并不知道 书运根本没有回来的打算 只是为了利用她而已 等她察觉到被骗时 已经被H国的政府诉诉住了 在H国知道她是双异能的S级少兵后 为了绑住她便想让她与书运强行刻印 但因为匹配率低到离谱而失败 而她和其他向导的匹配率也无甚差别 当时他们以为因为她是异世界的人 所以与这里的人无法匹配 直到她第一次遇到书贤 也就是她的妻子 一开始她真的很讨厌她 哥哥 思绪被弟弟拉回 抱歉我想到了别的事 对了艾登 我有件事想让你帮忙 和我一起去克罗修领地 帮我读取艾琳克洛修小姐的想法 还只是射出一箭 就把前世的丈夫射进了家门 男人登堂入室 不仅博得了所有家人的好感 还脱家带口地住了进来 艾琳觉醒为向导后 生活基本没有变化 只是她以前因火灾留下的伤痕 不知为何变成了花的图案 而母亲从她上次晕倒后 对她的管束就松了很多 还同意她练习射箭 前世她只是为了自己生存而训练 这一时她想守护家人们 练武场的风很大 还是正对着风向 但没事这只是认识 艾琳拉满宫 急速划过 本以为偏离轨道 就忽然正中了靶心 爸爸哥哥一脸惊讶 没想到逆风的情况 她第一箭还能射中 两人立即开启夸夸模式 把她整得又害羞了 她想也许是风的帮助 但能得到家人的夸奖 她还是很开心的 艾琳不知道的是 不远处的天空有个男人 正一脸震惊地看着她 希尔带弟弟来到克洛修领地 但因没有直接到这里的传送镇 他们又坐了半天马车 弟弟因疲劳睡了过去 所以她决定先独自侦查 结果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女孩射箭的姿势 与她前世的妻子一幕一样 她一时愣住 习惯性地在她射出箭的瞬间 放出了一脑 帮她射中把心 就像前世帮助妻子时那样 她不知不觉间使用了能力 在她身上又一次看到了舒贤的身影 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如此想象吗 她激动到浑身站立 如果只是偶然 怎么可能连触摸弓箭的小习惯都一样 这时女孩的父亲猛地抬头 与她四目相对 男爵的眼神里满是敌意 遭了被发现了 希尔降落在练武场后方 与她单独会面 她解释自己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带弟弟来视察边境碰巧 看到这一幕 一通交流后 对方似乎信了她 原来如此 但突然话音一转 那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女儿 希尔这才知道 男爵对她的敌意识出在这里 她总不能说是觉得她可一所以来调查的 就换了个说辞 那只是巧合 因为很少见到贵族小姐射箭 所以一时被吸引住了 果然是这样 我可不是因为那是我女儿才这么说的 她真的拥有不凡的才能 对方态度突变让希尔再次呆住 但她很快反应过来 顺着男爵的话开始夸奖爱玲 您说的对 所以我才无法一开始先 对吧对吧 能得到阁下的认可我也予有容颜 我女儿明明才学了一周就能够百发百中 她就差把女儿弄三个字刻投送了 希尔心想 她好像找到了怎么和男爵沟通的方法 在得知希尔只是住在附近的旅店后 男爵竟发出邀请 如果你愿意的话 要不要来我们府送组 请务必让我报答你上次帮助我们的恩情 爱玲万万没想到 她避之不及的前夫 一转眼就被亲爹带回了家 还直接住了进来 小公爵第一次见嫂子 就巴基亲了她一口 牵的手还未松开 哥哥就接了过去 跟着也来了一口 完了还笑得一脸意味深长 爱玲的心扑通狂跳 虽然知道这只是贵族的礼仪 可她还是无法适应希尔的这张脸 希尔绅士地帮她拉开椅子 迎接她入座 爸爸全然不知自己隐昂入室 对公爵没有架子的行为更有好感了 爱玲喝水也是尴尬 又扇风驱赶脸上的热气 全然没注意小公爵在一直盯着她 晚餐就在讨论怪物的事情中结束了 爱玲很矛盾 明知道这个希尔不是她的丈夫 但在她面前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会紧张 而且她隐约察觉到 对方看她的眼神好像是感兴趣的样子 为什么要突然来这里让她心烦意乱呢 如果她家能再富裕一点 就不会因为传送门的事和她有交集了 克洛修领地因为怪物频繁出没 预算几乎都用在守护领地上了 所以他们连传送门都无法建造 这时她突然想起在原著中 圣女因为向大家展示了家乡的美食 而让一部分食材在帝国大受欢迎 现在圣女才当穿越 她只要提前准备就能大赚一笔 希尔这时也回到了房间 她面色十分凝重 如果爱玲小姐是向导的话 那么见到她应该会释放疏导的能量 这是刚觉醒的新手 向导一定会犯的错误 而她没有从她身上感受到任何疏导气息 这就意味着她可能是个烧命 她突然惊醒 才发觉沙发被她烧了个洞 因为她总能在她身上看到舒贤的影子 所以才会希望她是个向导吗 可她在期待什么 如果爱玲小姐是向导的话 难道她想从对方那里得到疏导吗 自己还真是卑劣无耻 一日 男爵邀请希尔参观训练 这在骑士们中引起了骚动 因为希尔是帝国的英雄 在大多人眼中甚至是个传说 爱玲望着希尔 果然大家第一次见她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她能理解 因为她曾经也是如此 近看让她更确定了 这里的希尔要年轻一些 并且远比她那个丈夫冤滑 只是说了几句话 就让骑士们更加崇拜她 一名骑士鼓起勇气 提出想与她对练 因为听闻她除了作为哨兵拥有强大能力外 剑术也非常高超 男爵怕冒犯刚想制止 希尔就取了剑 二话不说答应了对练 弟弟独自站在远处 她也想看 却又不好意思上前 爱玲便过去邀请 小公爵我们一起去看吧 爱灯从第一次见面起 就很喜欢这个姐姐 她害羞地靠了过去 爱玲笑了 看来她和希尔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说是对练不如说是单方面的碾压 希尔紧单手持剑 就轻松挡开了对方的权力一击 骑士被震得双臂发麻 一个来回都没就败下阵来 全场震惊 公爵也太厉害了 爱玲的哥哥两眼放光 阁下 请和我也比试一下吧 希尔再次握紧剑 乐意奉陪 就在这时警报声响起 骑士们训练有素地拿起武器 是怪物浪潮来袭 男爵看向女儿 我安排骑士护送你和小公爵回府 谁知话音刚落 希尔的风就已来到 她拖起爱玲和弟弟 乘着我的风回去更快 两人欲感不灭 爱灯绝望地喊了一声歌 就被瞬间吹成了一颗星星 而在这场怪物浪潮中 爱玲也彻底暴露了向导的身份 赵兵对向导的渴望 让希尔在昏迷中抱紧了她 重生后从未进行过疏导的希尔 爱玲对她无异于致命的解药 平时需要很久才能解决的受伤 因希尔的加入轻松就赢得了胜利 在场的人无不惊叹 原来这就是S级哨兵的实力 但异能越强大 副作用也就越明显 她再一次口吐鲜血 疼痛感加上炫悦 招式着她必须接受疏导了 希尔转身飞走 但已经到极限的身体 没过多久就坠落到了地面 痛苦席卷着她全身每一个地方 副作用比上次更严重 她需要向导 爱玲在降落到地面时 竟因为一时地放松 而释放了疏导信号 爱玲身体一颤 她才惊觉失误 小公爵你没事吧 但爱玲从未接受过疏导 所以不理解自己是怎么了 她只知道自己不想与爱玲分开 爱玲让女仆带小公爵先回府 就在她转身离开时 男孩突然抓住了她 那个 你为什么要去后山 因为有怪物出没 我去看一下情况 可那不是很危险吗 我只是观察所以没关系的 你可以放开我了吗 她好像不想自己离开 可爱玲无暇顾及她了 她担心父亲会跌跌 等她赶到后山时 战斗已经结束了 这次居然这么快 肯定是希尔出手帮忙了 应该感谢怪物出没时 她正好在这里吗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突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希尔 公爵你还好吗 对方毫无能力 就在这时 围绕着希尔突然燃起火力 火光冲天而起 失去意识后发动能力 是哨兵副作用发作的表现 也就是说她现在需要疏导 如果放任不管后山 都会被她烧光 爱玲不得不开始进行疏导 火焰刚退却一些 又猛地燃烧起来 她的症状太严重了 脸成疏导根本无法解决 必须换成接触型疏导 她脱掉手套抓住希尔的手 这次火焰终于退去 她的表情也由痛苦变为了平静 就在她以为结束 准备离开时 希尔突然抓住了她 猛的一转 就把她抱在了怀中 她不会恢复意识了吧 希尔喃喃说着不够 紧接着就张嘴吻上了她 爱玲吃痛 她的嘴角好像破了 她用力推开希尔 你这是干什么 回答她的是又一次进步 希尔俯身向她靠近 她能感觉到男人的意识 好像还未恢复 这让她紧张到了极点 她挣扎着大喊 公爵 你放开我 就在她以为又要被砍尸 希尔突然拿脸颊轻柔地 叹了蹭哪 口中还轻轻呢喃着什么 叔 我好想你 因妻子的重生陷入狂喜 却不知对方早已替她出局 即便帮她疏导 也只是不想家里的森林被她烧毁 就在她以为被丈夫认出时 对方却晕了过去 爱玲松了一口气 前世的丈夫在接受疏导时 也会说一些奇怪的话 没想到她之前就有这种习惯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她的嘴唇被希尔咬破了 不能被家人看到 希尔醒来时 才发觉自己躺在后山 神奇的是她的状态很好 就像接受过疏导似的 发现她的男爵也觉得她不像晕倒 倒像是睡了个好觉 希尔首先想到的是圣女 但很快被她否认了 这种轻爽舒畅的感觉 更像是舒贤的相保 她很快就在弟弟那里得到了答案 艾登尝试了很多次 都无法读取爱玲的想法 男孩误以为她也是哨兵 但接下来的话 让希尔陷入了狂喜 和爱玲在一起 使她感到心情舒畅 这是向导才有的能力 艾登继续描述着 特别是抓住她的手 感觉更舒服 虽然昨天在餐厅 她不知为何没有感觉 你牵了她的手 哥哥的表情突然变得可怕 你为什么要牵她的手 压迫感让艾登向后退去 希尔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失态了 抱歉我只是太累了 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变得平静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牵她的手吗 因为姐姐说要去后山 我突然有种不想和她分开的感觉 所以下意识地抓住了她 等等你刚才说后山 再三确认爱玲是真的去了后山 她突然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如果是神怜悯她 让舒贤变成爱玲 重新回到了她的身边呢 那她迄今为止 见到爱玲所产生的困惑 全部都可以解释了 爱玲就是她的书贤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 希尔准备在所有人熟睡时夜探男爵府 而爱玲和希尔的想法完全相反 今生无论如何 她都不想再和前夫扯上关系 不过希尔没有接受圣女的疏导吗 她状态糟糕到就像从没有接受过疏导一样 明明原著中圣女穿越后 就立即帮她与皇太子做了疏导 这里和原著不一样的地方越来越多 曾经的她被爱情蒙蔽双眼 哪怕希尔冷酷的一面 她都觉得非常帅气 可现在不一样了 她的前夫是一个非常傲慢挑剔的人 最让她无法理解的是 前世的希尔回家时要求她必须也在家 如果发现她不在 就会不停地打电话直到她接听 并不顾一切找到她 强行把她带回家 而回到家后 希尔又会忙于自己的事情 对她不理不睬 她做什么事从不会告诉自己 但她见什么人希尔都要知道 爱玲唾弃曾经这样忍受她的自己 那个男人究竟有什么好的 她甚至为了救她放弃了生命 深夜 趁着爱玲熟睡 希尔潜入了她的房间 这验证女孩是她前世的妻子 男人深夜闯入她的房间 可落地的一瞬间 女孩就惊醒了过来 毕竟她前世曾是军人 她拿出刚来这里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从哥哥那里顺来的武器 没想到有天能派上用场 在感觉来人已到身后时 猛地挥出刀刃 却差了些许没有击中对方 太黑地看不清那人的脸 她没有犹豫进行了第二次攻击 竟被一把抓住手腕 对方顺势按倒了她 正当她想大喊时 男人叫出了她前世的名字 舒贤 果然是你 你以为我会认不出自己妻子的疏导吗 爱玲完全猛了 她脑中一片混乱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希尔伸出手碰触她的嘴角 证据都这么确凿了 伤口处传来的触感让她一时动摇 竟然不自主释放出了疏导 两人瞬间连接 熟悉的感觉让希尔舒爽到颤抖 她情不自禁地扬起了头 多年来因使用 异能造成的副作用一扫而光 爱玲这才惊觉她进行了疏导 希尔猛地抱紧了她 开始倾诉 我找了你好久啊亲爱的 这在爱玲看来她简直疯了 她用力推开男人 不明白这里的希尔 怎么会认识前世的自己 阁下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希尔定定地看着她 紧接着就露出了然又疯狂的笑容 是我深夜找过来吓到你了吧 对不起我知道你一定很惊讶 但我实在是太想你了 爱玲已经退无可退 希尔伸手抵住了门 你要去哪里 她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看向她的眼神既疯狂又执着 希尔再次抚上了她的脸 亲爱的我真的好想你 我刚说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公爵您认识的那个人 她突然感到愤怒 这一时她终于实现了梦想 有了她最爱的家人 可这个男人为什么又要来招惹她 希尔一脸惊恶 爱玲语气更加坚定 我的名字是爱玲克洛修 是克洛修家族唯一的女儿 如果你不立刻离开我的房间 我就要叫父亲过来了 希尔开始动摇 呢喃着她前世的名字 公爵我也会起诉你 希尔一脸的不知所措 她慢慢向后退去 身体随之飘浮起来 看来是我认错人了 抱歉了爱玲小姐 随着希尔离开 爱玲脱离坐在了地上 说实话希尔认住她 她是有一丝喜悦的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一时她不会再认她摆过 希尔怎么都想不通 妻子为什么如此抵触自己 舒贤从未用过那么冷漠的眼神看她 以至于让她开始怀疑 难道是我哪里搞错了 她真的不在这里吗 手心传来刺痛 是刚才被女孩造成的伤口 不对 她挥动武器的样子和给她的疏导 都可以证明爱玲就是舒贤 只是她为何要拒绝自己呢 为了寻求答案 第二天起 希尔就像只小狗一样跟随着爱玲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欣慰 自从被丈夫夜闯归房 男人就成了她的小尾巴 不管她去哪都紧紧跟着 也完全没有遮掩的意思 前世那个冷酷傲慢的男人 如今满脸的优越 就好像她是什么复兴人一样 爱玲被盯到失不下咽 起身离开 希尔的表情更委屈了 连妈妈都一副吃瓜的神情 她换上马装 决定起码缓解下心情 却不想男人先一步出现 如果你是去散步的话 那我可以和你 话还未完就被打断 不 我本来是想去的 但看见你突然就不想了 希尔再次请求 哪怕是一小会也好 能和我谈谈吗 她第一次见到希尔露出这种表情 如果是曾经的她 绝对无法拒绝这样纠缠她的希尔 可现在她的内心毫无波澜 今生因为有了全心全意爱她的家人 她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自己也是珍贵的存在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轻易就献出一切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只能把那晚的事情告诉父母了 说完她毫不留恋地离去 希尔正愣地看着她的背影 她又被拒绝了 这时爱玲的父亲外出归来 公爵你是要外出吗 希尔没想到 男爵竟会亲自负责领地的守卫 两人交流起战场上的经验 就在这时 对方话音一转 公爵你来这里也有一周了 带小公爵参观完我们的领地了吗 希尔听出这是委婉送客的意思 她见到爱玲后 不知不觉间就忘记了这件事 可她现在还不能离开 我还没有带爱灯逛完领地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男爵面带犹豫 其实公爵想住多久都可以 但是我的妻子 希尔第一天来就发现了 男爵府实际的掌权者是夫人 这件事我可以直接和男爵夫人去说吗 父亲松个口气 当然可以 其实是我的妻子怕对您招待不忠 请您千万不要介意 身为公爵的她 无论在这里待多久 实际上男爵是没有任何资格拒绝的 但她已经确认了爱玲就是书嫌 所以对方等于自己的岳父 她自然要留下好的印象 而出门采花的爱玲 遇上了小爱灯 她被掉落到身上的毛虫 吓到快哭了 爱玲抓住 直接丢了出去 你还好吗小公爵 原来爱灯只是想找个 安静的地方休息 她也遇到 看来你很怕虫子啊 爱灯害羞地强调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很恶心 姐姐您不觉得吗 对我来说没什么比怪物更恶心 爱灯两眼放光 您亲眼见过怪物吗 前世他确实见过很多怪物 可惜附身之后就几乎没见到了 其实我只在书上见过 但哥哥对我详细讲过 所以我大概能想到他们的样子 爱灯很失落 我哥哥从来不跟我讲那些 那你可以试着去问问 我就是缠着哥哥后他告诉我的 真的吗 哥哥也会告诉我吗 那当然了 听说他来这里也是为了带你开拓事业 公爵肯定是关心你的 虽然爱玲这么说 但爱灯清楚哥哥来此并不是为他 他变得消沉 告辞后飞快地逃走了 爱灵有些不解 男孩这是怎么了 而他回去时 完全没想到又见到了希尔 希尔看到他出现 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就像见到主人回家的小狗 爱灵不淡定了 为什么他和母亲会在一起啊 希尔露出兴奋的神情 哪怕女孩再怎么否认 他也能确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妻子 可他却差点在准丈母娘面前翻了车 为了在女孩家多停留一段时间 他像平时对待其他贵族那样 拿出了一袋金币 没想反而惹怒了夫人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女孩突然闯了进来 希尔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 期望爱灵可以帮帮他 可女孩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 也只想他赶紧滚蛋 对母亲来说招待公爵是出于好意 而他拿出钱等于糟蹋了这份心意 这严重惹恼了他 虽然他们并不富裕 但也有贵族的自尊和骄傲 正当爱灵幸在乐祸时 希尔突然装气可怜 他提到自己的一门并不可怜 之前烧毁后山和卧室的沙发 所以他才抱有歉意想做补偿 他作为少兵犯下这种错误 被传出去后也会很麻烦 在爱灵看来假道离谱的借口 意外竟说服了母亲 希尔看这招管用 更加卖力装气可怜 爱灵整个人都不好啊 他居然把受试人赞美 被神赋予能力的少兵 说得跟个可怜虫一样 话说回来 这是只有少兵本人和皇室 才知道的机密 我因为受到您的许多照顾 没理由隐瞒夫人和克洛修小姐 少兵如果没有向导的话 无异于一件残刺品 从觉醒的那一刻起 就跟行走在没有水的沙漠上一样 无法缓解娇壳 只能忍受急行般的 在滚烫的沙子上无尽地走下去 只有两种办法可以停止痛苦 结束自己的生命 或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向导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 您不好奇她是谁吗 正当爱灵担心 她在妈妈面前乱说话时 母亲像预料到什么一样 对了我还有急事 抱歉得先告辞了 这次的谈话很有意思 希尔马上起身 走到门口帮她打开了门 夫人受宠若惊 我们家的男人可没您这么体贴呢 在爱灵也打算离开时 希尔再次叫住了她 在午餐之前我们能聊一下吗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看来不答应她 就会一直纠缠下去 无奈爱灵同意了 希尔先对那天晚上的行为 做出了道歉 她又深刻反省自己 爱灵一问 你想问我什么 小姐你是在皇宫那次 发烧才觉醒为的相导 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所以我更无法理解 刚觉醒的你却能熟练地操控气息 还有你知道吗 她突然靠近 向导只要被哨兵轻轻触碰 就会开始为哨兵疏导 两人再一次连接起来 希尔的身体开始颤抖 紧接着她得逞的笑话 就像这样 男人又一次擅自碰住她后 女孩终于被彻底惹怒 一掌拍开了她的手 那又怎么样 希尔看着被打得手乱住 但她马上恢复 新手向导的身边只要有哨兵出现 就会自动放出疏导 但小姐宁即使在蜜蜂的房间内 也没有放出一丝疏导 明明面前有我这个达斯吉的哨兵 你就像早做过疏导似的 对此我想听听你的回答 爱玲直到现在都不理解 希尔今生为什么会一副 恳切想要她的样子 但她知道自己 绝不会再按她的意图做事了 我听不懂公爵在说什么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希尔这次没有阻拦爱玲 因为她发现一个 让她无法接受的事实 她了解妻子的所有习惯和小动作 所以一眼就看出了 刚才她有多么愤怒 她不明白为什么妻子不肯认自己 过去无论她走到哪里 她都会用殷切的目光追随着她 爱玲冷漠的态度让她彻底慌了 她抓住心脏的位置 那里传来一阵阵刺痛 明明只要你愿意承认 只要说一句你是我的妻子 我就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公爵在这边努力追妻 另一位少兵却坐不住了 圣女才刚来她的朋友就跑了 而且这一跑就是一个月 皇太子杰斯不禁有点担心 明明听到神殿预言圣女降临时 最兴奋的就是希尔 这时侍从突然敲门 禀告是圣女来了 她激动地起身 圣女刚进入 她就热情地迎了上去 书允虽然表面上淡定了很 但内心已经爽翻了 这么帅的人竟对她如此主动 其实她来这里是因为从上次书岛后 皇太子已经两周未联系她了 她以担心对方为借口 先找了过来 这个世界的人对少兵向导并不了解 所以即使他们需要书岛 自己可能也不清楚 皇太子果然如她所料 是需要书岛的状态 殿下 需要我为您书岛吗 杰斯犹豫了一瞬 为她伸出手 书允马上开始了书岛 这是杰斯的第二次尝试 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身体虽然充满了能量 但不知为何她反而更饥渴了 她想要更深度地书岛 只有C级的书允 其实并不能满足S级哨兵的需求 她当然不会把这个信息告诉皇太子 只会告诉她 光凭手是无法进行彻底书岛的 听到还有其他方法 杰斯激动地抓住了她 这正宗书允的记 她起身向男人走去 竟然直接坐在了她的怀里 紧接着就靠了过去 开始了第二轮的书岛 在对方得到满足后 她打起了希尔的主意 殿下 除您之外的另外一名少兵在哪里呢